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新概念第三册的第39课了 这就是Lesson 39 Nothing to worry about 不必担心 像往常一样 咱们先看看这个书的生词和短语部分 首先打开书到178页 178页跟老师先大声读一遍生词和短语 Now read after me Rough Rough Boulder Boulder Pit Perturb Perturb Underestimate Underestimate Swerve 注意第一个W在这发Wa 双唇碰撞 最后V结尾还是发上压处下去 发W停留在这个动作 在那边 Swerve Swerve 好 再往后走 Sc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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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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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in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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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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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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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etch Stretch Obstacle Obstacle Cl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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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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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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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eding Pleeding G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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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tride Astride C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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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gZack ZigZack Sha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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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ind Grind H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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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sh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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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ulder Boulder 这个石头一般都是指在路边这种风化的大圆石头或者在地表会有一部分嵌入地下这个大圆石头咱们为了加深理解咱们看一个图片看图十字 我们看着图在大声读一下Boulder Boulder 这种特别大的大圆石头可以用它 那么生活中呢表示石头的应用单词非常多咱们做几个变系啊 比如首先大家可能最熟悉这个stone这个词 这个stone一般表示可以投掷用的这个小石块 你看拿在手里边能够投掷的显这个boulder是拿不起来的 我们再读一下stone stone 咱们做个辨系还有一个词叫岩石 就是我们大圣读下 rock rock 大块的这个岩石 这在英联邦国家是这个意思 但是这个rock我们看图片在英联邦国家指这种根本抬不起来的大块的岩石 但在美国呢这个rock也可以表示类似于stone的意思 可以投掷的小石块这个都有 在英式美式含义略有区别 在美国意思更多 还有一种石头 叫做卵石 鹅卵石或合卵石 就是被水磨圆的小石头 我们再读一下pebble pebble 在英语中单词特别多 不同的石头它用词不一样 还有一种石头叫做化石 就古代动植物的尸体变成的石化之后的这个东西 我们再读一下fossil fossil 这个词到了四侧的第一刻就会碰到了 这是几个石头 做个变戏不要搞混就好了 好 第二个比较重点的词看看 使某人不安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perturb perturb 使某人不安 它跟我们第一刻讲过那个词disturb 非常类似 都是使某人烦恼啊 心烦呢 什么不安呢 跟它类似 只不过perturb这个词比disturb 要更为文气一些罢了 更为文言 咱们看一下例子 比如说 the letter shocked and disturbed me 这封信使我感到很震兴 并且感到很不安 这封信使我震惊叫shock 使我不安叫disturb 或者perturb 在这可以替换 perturb更为文气一些 再看例子 it is disturbing to think that a dangerous wild animal is still at large in a quiet countryside 那么一想到 一只危险的野生动物 在乡间流窜 叫令人不安 这个句子在 新干界三册第一课咱们见过 在这里面 disturbing 你可以换成perturbing 意思一样 叫令人不安的 咱们说ing当分词 当形容词来用 可以翻译成令人什么什么的 令人不安 可以用它 再比如说 ministers declare themselves profoundly disturbed 或者perturbed by the violence minister 那些部长或大臣 对吧 这部长们声称 他们自己怎么样呢 对这些暴行 感到深深的不安 你看这个 profoundly 就像那deeply 这个disturbed 可以像那perturbed 你看当动词来用 当形容词 ing形式令人怎么样 当过去分词 感到怎么怎么样 都可以跟disturb来替换 只不过perturb 比disturb来的 更为庄严正式一些罢了 这正式书面语 一般来说可以替换 这两次拼写都有点像 为什么呢 它里面都有一个turb 这个字根 turb 这个turb 你听 好像搅拌一样 所以它的意思表示stir 出现这个拼写 一般跟搅拌相关 你看到呢 像本文中这个disturb 还有perturb 这个dis 这个dis 可以表示由中间 向四面散开 从中间往外搅拌 本来是沉淀在底下 现在搅起来了 使某人心里不安的 翻腾起来了 这个perturb 这个per 可以表示 thoroughly 彻底的 彻底的搅拌 也是使不安的意思 注意per 可以表示彻底 这个意思 还有一个词 叫turbine 这是名词 叫涡轮机 像飞机上的马达 涡轮机 你看涡轮机在转 跟搅拌相关 我们读一下这名词 turbine turbine 也是跟转 搅拌相关 涡轮机 还有呢 我们相关的一些词 比如说再看几个 这个turbine 是一个形容词 翻译成浑浊的 turb 表示搅拌 后面 这个id 这个id 是一个形容词自根 表示搅拌起来的 当然是浑浊的了 原来这个沉淀物 在水底下沉淀 现在搅起来 叫浑浊的 我们再读一下 turb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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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ter 就是浑水了 被搅拌起来的水 叫浑水 可以用它 还有一个词叫turbulent 叫汹涌的 你发现这个turb 还是表示 这个搅拌 这个ulent 这个ulent 出现这个贫血 这个字根 一般是表示 多什么什么的 这个东西很多的 搅拌的非常多的 是不是 叫做这个 这个汹涌的 就水打漩涡嘛 就汹涌的 就很多的 经过很多次的搅拌 就汹涌澎湃 不安定的 不稳定的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turbulent turbulent 前面是搅拌 后面表示多 多次搅拌之后 就汹涌的 turbine waves 叫汹涌的 这个波浪 可以用它来说 派生意呢 就动荡不安的 用汹涌的水 派生意动荡的 比如说 the turbulent time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法国大革命期间 那些动荡的时代 动荡的 可以用turbine 经过多次搅拌的 汹涌澎湃的 可以用它 所以这个perturb 我们记住 跟disturb可以替换 它是更书面的形式 另外顺便记住这个词根 就好了 好 这个重点词 跟老师就看在这儿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 一个就是低估 这个有一堆词 可以同时记住 我们大声先大声来读一下 underestimate underestimate 特别好记 因为estimate 叫估计 under在下面 估计的偏下一点了 不是低估吗 这个词 可以当其乎动词来用 我们看例子 never underestimate the power of the press 绝对不要低估什么呢 the prep 是新闻界 新闻报道 不要低估 新闻报道的力量 就新闻舆论的力量 是非常大的 不要低估它 它的反译词 咱们猜也能猜到 就是高估 我们大声读一下 这个重音还在 这个音节上 大声那边 overestimate overestimate 就过高地估计了 高估了 用法是类似的 我们看 he tends to overestimate his own abilities tend to do 就往往常常倾向于 他往往会高估呢 他自己的能力 其实没有这么大本事 高估了 叫overestimate 一个在下 一个在上 非常好记 我们在跟他类似的 还有好多词 经常跟他替换的 有个词叫 我们大声里面 underrate underrate 就是对什么什么评价太低了 因为这个rate R-A-T 当动词 可以表示评价 给他什么打分呢 给他评定 他的等级呀 对什么什么评价过低 跟那个underestimate 有类似的含义 低估了 不是评价太低了吗 我们看例子 as an actor he seriously underrated 作为一个演员 他的评价明显是被过分的贬低了 受到了过分的过低的评价 be seriously underrated 就大家对他评价太低了 其实这个人 水平是很高的 他的反应词是 对什么评价太高 叫overrate overrate这个词 非常接近于我们刚才的overestimate 就过分高估了 我们在大声度下 overrate overrate 对什么评价太高 比如说 in my opinion she's hugely overrated singer 在我来看 他是一个被过分的 评价过高的这么一个歌手 其实没有这么大水平 只不过吹嘘的 水平太高了 大家评价太好了 其实没有这么高水平 就盛名之下 歧视难复 overrate 对什么评价太高 都是成对的词 还有叫understate 这个state表示说 去声明 或者去说某个事 在这understate 就说的偏低了 就对什么 什么轻描淡写 本来那很重要 却故意轻描淡写它 我们再读一下 understate understate 跟那个刚才 这个低估 有个类似的意思 比如说 it would be a mistake to understate the seriousness of the problem 我说呢 如果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轻描淡写的话 就跟低估 类似吧 这恐怕是个错误 过分轻描淡写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这是个错误 那他反应是overstate 对什么什么 过分夸张 就类似我们说的 exaggerate 夸张夸大 说得过头了 比如说 he may be overstated his ability in an interview 在面试期间 他可能对自己的能力 过分的夸大了 说得太高了 过分夸张了 好 这几个是跟他类似的词外 还有一个叫underplay underplay当动词叫贬低 什么什么 也是成对的 比如说 she underplays her achievements 他贬低了 他的这个成就 贬低了 反应是呢 咱们能猜到overplay 就过分强调了什么什么 过分强调 比如说 you must not overplay his part in the negotiations 我说你绝不要过分强调 他在谈判中的这个作用 其实他没有这么大的作用 过分强调了 这个part本来叫角色 拍上去作用 好 这是几个over跟under相关的 这个动词 都是成对出现的 咱们可以一块把它记住就好了 这个低谷over and underestimate 这个词 我们就看到这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 咱们来看一看 突然拐弯 突然转向 一般指什么车呀 船呀飞机呀 拐弯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这次 swerve 这个像w一样的这个音呢 是上牙 是两个嘴唇相碰放 最后这个字母v呢 是上牙处下唇 再来遍 swerve 你听的声音swerve 就是拐弯的声音吗 再来遍 swerve 就拐弯了 这个我没在以前讲过 这是复习了 在第十课中 就谈到了拐弯 就泰坦尼卡的沉默 咱们谈到这三个词 一般来说可以替换 指车 指船 指飞机 马车等等都可以 我们再分别读一下 swerve turn vear 这个三个词都可以表着拐弯 这个类似 搭配用法都类似 咱们先看一下 在本课书中 本课书中 就是咱们178页的课文第九行 178页课文第九行 as we bombed over the dusty track we swerve to avoid large boulders 当我们颠簸地驶过这个 尘土飞扬的小路的时候呢 我们不停地这个拐弯来躲避巨大的大原石头 这个拐弯 这车 就躲开大原石头 这么来说 拐弯闪避 这是开汽车 可以用它 我们再看几个例子 the lorry swerved sharply to avoid the child 这个卡车来这个急转弯 来躲避这个孩子 避免创上这个人 这个sharple 叫紧急的急转弯 那么再看这句话 he swerved suddenly narrowly missing the cyclist 他突然间拐弯 勉强躲过了这个骑车的人 cyclist表示骑自用车的人 你看突然间拐弯 swerve 这三个地方都可以换成turn 或者是veal都可以 是类似的 好 我们再看看turn和veal的例句 after the alarm had been given the grid ship turned sharply to avoid direct collision 这是我们在第十课 泰坦尼克号的沉默中 见过的句子 这个在警报被发出之后 这个巨轮来个急转弯 来避免正面的碰撞 你看跟刚才swerve 用法完全一样吧 这个完全可以替换 再看一个word的例子 moments before crashing the jet was seen vearing sharply to the right 在坠毁前的 这些时刻 这些刹那 这个jet就喷气式飞机了 这架喷气式飞机被看到 紧急的拐弯 紧急的转向了右侧 这个wearing也是 突然间转向的意思 直车 直船 直飞机都可以 这是拐弯 这三个词可以替换 它的用法和搭配 几乎完全一样 但还有一个咱们回忆 专指飞机或轮船 改变方向 就change course 这个不能指汽车 一定是轮船或飞机 这个course 本来就是航线或航向的意思 这个我们再看例子 the plane change course to avoid the storm 这架飞机改变了航向 以躲避这个暴风雨 这change course 一定用在船或飞机 不能是汽车 而且不要读change 是change 还是a加b 这个声音 好 下面我们再看一个 跟swerve同根的一个形容词 因为用的特别多 书面中可以采用 就是answerving 这个词字面呢 好像翻译成不拐弯的 其实翻译成坚定不移的 这个意思 为什么坚定不是中间 一点都不处 拐弯一条糊涂 走到黑 不左右来回摇摆 坚定的坚决的不动摇的 我们再大声读一下 answerving answerving 坚定的不动摇的 比如说answerving loyalty 表示毫不动摇的忠诚 坚定的忠实 answerving believe 坚定的信仰 answerving support 坚定不移的支持 等等等等 记住 跟swerve同根的形容词 因为写作中可以用 咱们顺便可以通知记住 好 这个词看到这